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5月9日 今天是星期一 來到星期一的晚上 我們這一節想揭露 就是 新的特首上台 林鄭月娥被掃走了 李家超上台 李家超 剛剛才上台 不久 一天而已 已經出現建制 大內空 大量的人 想爭取就做局長 所以有甚麼精彩得過 見到建制內空 中南海內空 我們也會非常欣賞 所以 有機會讓他內空的東西 我們也會多說 香港如果你要維穩 你就會說所有東西都一錘定音 到底還有甚麼東西 很質疑呢 你就是想見到他們內空 你就是想見到建制派 在這裏內耗 實際上 本來的社會就是鬥來鬥去的 不過 民主社會 就是有機制 有制度 使得 人們鬥法要在框架裏面 不可以太過分 共產黨鬥爭 獨裁政府鬥爭 沒有底線 因為你沒有制度 到最後就是生死搏鬥 香港就沒有那麼厲害 建制派的人 都是賺好處 生死搏鬥就不會了 所以香港這個地方 那些所謂建制內鬥 跟中南海 國內權力鬥爭 失去權力就會死 那個情況 是完全不相同 所以 對於中國內地的官員來說 覺得你香港的所謂建制派 其實跟小學生就沒有分別 你們的政治鬥爭 是家家走政治鬥爭 人家的政治鬥爭 性命雙搏 不是開玩笑 我們這節繼續恥笑香港的建制派 因為他們 看到李家超上台 爭取互相恥笑 我們在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這兩天 黃標的數量增加了很多 到了一半 所以情況又開始有點惡劣 我們也不知道到底跟甚麼有關 到底是真的太多敏感詞出現 即使說了 交涉了也解決不了 還是到底 又是政治打壓呢 我們現在暫時也沒有清楚過情況 總之 有得 賣廣告的節目 希望大家盡量打開 播放欣賞 手動點擊 我們昨天跟大家說了一個英國的故事 可能真的太曲線了 大家聽不明白 因為這條標題 我就是想告訴大家 就是明明是一件事 沒有那些成份 藍媒 幫你作新聞的時候 也可以幫你作到 變成了移英被人欺負 又說二等公民 又說三流國家 甚麼說話都說得出 我們想在一個故事上面告訴大家 你硬寫這條標題 去動英國 是實得的 很多人不知道我們用曲線進行這條標題 所以很多人好像看不明白發生甚麼事 這件事就是真實故事 想告訴大家 英國也要小心 英國也是一個正常的社會 有 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衝突會發生 亦都會有些意想不到 你覺得很合理的時候 人家也可以很不合理 所以大家 去到哪裡都要小心 這件事跟英國 是否西方世界 烈不烈強 三流國家 二不二等公民 是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們只是演繹給大家看 如果你發生了一些事 然後有人報你 藍媒就會在那裏 作故事 作標題 就會將一件本來不是很嚴重的事 上升到國家層面 所以很多人就看不明白 有時就是聽不明白我們在說甚麼 這個情況也不是第一次了 試了很多次開紅旗易得道 有人說聽不明白 為甚麼他們變了藍絲 原來有很多人 真的聽不明白 在開玩笑 證明我們的教育不足 又或者我們的宣傳不足 所以我們就會 做得好一點 訓練大家多一點幽默感 訓練大家的理解能力 再高一點 不要那麼混亂 這一節 正正又要說 平時理解能力低 學力不夠的就是建制派 行政長官唯一候選人李家超 這個人學力不夠的 當選 說第一件事就要做這個工作組 早前有報導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郭佩帆 郭佩帆 叫做120%銷箱 12成皮膚銷箱 12成皮膚銷箱的郭佩帆 就想做創新科技局局長 這件事 引來同屬建制派的人 相當之不滿 這個 新聞榜的主席 行政會議成員 葉劉淑儀 今天早上接受商台訪問 對於這件事 就有很多批評 他就表示不會評論個別人士 但是對於葛佩帆想加入政府 他就有很多意見 有時他們的對白也挺好笑 我們不評論了 不過我就有以下的意見 所以 我們對於葉劉淑儀 也不會有 個別人士 也不會有評論和意見 不過我們會繼續說這件事 所以他們很好笑 他們習慣了一些官方對白 葉劉當局長也做了一段時間 所以有官方對白說 我不評論了 不過我覺得這樣 他說知道很多人 都很想加入政府 又說創科局的局長人選 真的要 有些學歷才行 這句說話 真的 充滿骨頭在裏面 說話有骨頭在裏面 他說你做局長沒有問題 但是 真的要有些學歷才行 真的那兩個字 還有有些學歷 針對著十二成皮膚燒傷的各配份 當被問到創新和科技局局長的人選 葉劉淑儀就認為 不能夠只懂得用Apps 說真的 用Apps 跟創新科技一點關係都沒有 你使用Apps 這些叫做End User 對IT有少少認識的人都知道 End User 在IT裏面是最低的 不是說貶低大家 你是受眾來的 其實你是等於consumer 你是消費者來的 你是沒有參與 在商業的運作裏面的任何一個部分 簡單來說 如果你是用一個店鋪來講 你是做trade的 你有批發商 你有零售商 你有生產商 那麼你 是消費者 你有沒有參與 在那件事裏面 就是沒有 整個生產過程就是沒有了 你就是最終的消費者 使用Apps的人 就叫做End User 就是在最後那部分 你只是負責 用那個程式 用Apps的人當然是跟 跟IT 尖不上邊 除非你是負責做測試的人 葉劉就是一句 就得到各配法 如果你要 要幫到國家的話 那麼你 也真的要學一下IT才行 要懂什麼叫Deep Tech 不是只有皮毛 真的要 有些學歷才行 你要出去見人 國際社會 不可以太失禮 每一句都對著 12成皮膚燒傷的葛珮帆 覺得他又不懂Deep Tech 懂得雞毛蒜皮 又沒有真正的學歷 你要出去見人 國際社會會覺得你很失禮的 將他整段說話 翻譯了 正面就是這麼說 簡單來說 他認為 葛珮帆 出去國際社會會非常失禮 你還說要做國際創科中心 你的callers 跟新加坡一比 一比 非常之收家 葉劉就繼續吃著想 就說要組班底 就要留意 他認為香港 未來會有金融風暴 金融風暴就快要爆發了 其中一個最根本的原因 就是 有人提倡要脫歐了 這次提倡脫歐的 是建制派 脫歐不是歐洲的歐 是聯繫匯率脫歐 在說港元 我真的想告訴大家 如果你拿著大量的港元資產 你真的要去 早點 分散一下風險 假如 港元真的是 一個不小心 跟美元脫歐的話 我們相信 港元是會大幅貶值的 這個風險是存在的 所以你怎麼按照你的風險 分開一些比例 拿著外國貨幣 這個就是需要大家去計算 你那個 Size 你的Size 你的財富的比例 你需要做一些調節 萬一全部都是港元資產 港元資產忽然之間貶值的時候 如果因為港元脫歐 跟美元 這個一定會大幅下降 這個是很肯定的事 港元是跟美元掛歐 不是美元跟港元掛歐 你是去勾住人家 你脫出來的時候 就是你的貨幣 信心就會出現動搖 美元就沒事的 美元就是世界主要貨幣 所以 一定受到衝擊的是港元 無論怎麼說都知道 基本上沒有理由港元會倒升 說回葉劉 葉劉繼續發炮 現在那個政府 就是 相當之缺乏人才 現在政府沒有發言人 根本就是荒謬 他說 公關工作包括對國際傳媒 就是要有人應對 他認為自己 就是在做這件事 他 變相outload 不過坦白說 如果你真的問我 我覺得葉劉淑儀是有資格的 因為他做過政府 而且 雖然他的英文不是很快的 但是他知道 什麼叫做外國的世界 怎樣跟 外國的世界 他跟 一大堆民建聯工聯會的廢柴相比 其實葉劉 真的是一枝獨秀 所以 他出來串 12成皮膚燒傷的郭佩凡 分屬正常現象 我們這一節就和大家 齒笑到這裡